陕西省汉中市龙江镇 一个被冷落的千年古镇 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守老人在家种地 自己吃不完的菜就上街卖 在街头摆摊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留守老人 有的已九十岁高手 他们有的在卖自己种的菜 几个萝卜或几株菜苗 他们一手就是一天 饿了就啃几口肝膜 有的连肝膜也不吃 等收摊回家后吃自己做的饭 问老人手艺天摊能挣多少钱 他们说有几块吧 不少老人说挣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个是做生活充实 还能和大家聊聊天 龙江镇地处包和东岸 古时候包和又称龙江 龙江东岸的这个镇便叫龙江镇 龙江镇已有千年历史 2011年几个乡镇合成一个镇 合镇后镇政府搬走 这儿冷清萧条了 原先几乎天天有急 现在虽然有急 但大多是老人卖自己种的菜 卖自己编织的竹篮子等手工品